哈哈哈哈哈哈 人有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今天啊 咱们吃一个饺子 吃什么饺子呢 油渣馅的饺子 你们肯定没有吃过 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做 先把馅做好 咱们剥点蒜 白菜做好以后 咱们给它找个容器 放下来 把包好的蒜 咱们放到料理机当中 给它打碎 打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放到盆中备用 咱们把猪油改下刀 切成小小的大块 把切好的大油啊 咱们去清洗一下 起火 咱们把这个肥油啊 焯一下水 下面咱们和会面 老师傅上煮吧 我又不上煮了 那我们有没有蒜 这人说的像 传 size 埋略呢 咱们在南北 这个 开锅以后咱们把这个肉去清洗一下 装饭 面装好了 我们醒下20分钟 炸好的这个 大油放到里边 炸了一个葱跟炸料 能去这个猪油的腥味 这样呢 更香 老姐们 咱们就不能把这个 油炸炸太小了 里边留着点油 如果炸太干了以后 咱们包饺子就不香了 所以说咱们要留着点 不能炸太干 咱们把油渣啊 捞出来改一下刀 咱们把剁好的白菜啊 挤一下 挤去足够的水分 这要不然一份包饺子肉 全是汤 咱们先把水分给它挤一下 好了吧 同志们 五勺 咱们现在开始调馅 油渣 把大蒜放一放里边 味精 烤油一滴了 盐 咱们把面 稍微揉一下 这得比较开 那 这一碗煮饭 这一碗煮饭 老许来 饺子也帮我炸锅 咱们烧水 一会儿好煮饺子 下饺子 哇 好了你们 出锅 这是醋 咱们尝尝饺子 哇 太香了老许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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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嗯 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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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完美 吃不动,都是你的了 我一个人吃了多饱饿 我真吃不动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教伙伴的转发评论关注 再见 喝酒汤吧 原汤话还是 少来这套,你吃油脑,你喝汤吧